很重 我們在那邊真的是 我每天都睡不好啊 我已經長期是 都要三點以後才能睡覺的 因為真的非常累 那對我真的是非常折磨的 而且我還要工作 然後甚至六日都沒有 我沒有六日啦 六日的時間就是我最寶貴研究這些東西 所以我其實我不太能理解說有人說 一個晚上就可以寫出法案是怎麼回事啊 任誰再天才也不可能這樣子 法案不是這類的 這個立法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我其實裡面最大的埋怨 我最大的挫折感不在於說他們打 而在於說我們在立院中沒有自己的立委 沒有可以提這個法案的立委 我還要 這明明是立法委員的工作 為什麼是讓我們不是立法委員的人 要花這麼多的心 那時候有位諮詢專家是國外回來的 他就說 拜託人家早就發現你們被人家恭喜了 台灣人還在想一些根本不超邊際不關通的東西 中國的滲透這件事情 是我們一直都在注意的嘛 其實仲災區勢力的澳洲 反中國勢力滲透法案嘛 那我自己當然是做法律背景的 所以一二四之後大家覺得說這場選舉是有很多回憶的部分 它有很多境外勢力的活動的影子在裡面 研究法律有一個很重要的路徑就是比較法研究 所以這個我沒有受過這樣相關的訓練 所以我說好那我來 來開始做這件事情 他在北部就成立一個立法行動小組 這個過程中大概誇了我 應該說今年過年期間 基本上 基本上我都在 我都在看法案 然後開始試著去洗澡這個東西 基進在立法院中沒有議席 所以我們法案出來後 推動有一個大困難度 沒有辦法進去嘛 所以一定要找到現在在立法院中 有議席的政黨來幫忙推 相當多的民進黨委員其實是有敏感度 知道這個是重要的 沒有啊 你們根本就後面才提不是 其實很早就在立院內 但是我們因為不是政黨 所以我們不可能是在審查會中處 對 因為如果你只是去提案 人家就哈哈哈哈 提完就沒有了 我們都是只好印好給人家 然後告訴人家 然後他們對他們來講 他說一定要這樣完整 我才有辦法提案 我們其實也很想講說 我們聽過這種委員這樣講說 就想說那我選你幹嘛 像孩子說我要確定行政院要支持 所以你們要去遊說行政院 其實行政院可以的話我就可以 而且都沒有人知道你們的辛苦 我們在 你們這麼簡單嘛 寫完就丟出去嘛 那很簡單 沒有 分兩段 寫的時候是研究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那個寫的時間 花很長 研究 你要看大量的資料 最麻煩是有這種法案的國家 法系跟我們不同 都是英美法系國家 那我們是大陸法系國家 你要轉換 你不能直接用 而且你不能說我直接抄 很多人說它很簡單嘛 那個法案翻譯出來 我跟你講 那就完全不能用 因為我們有配套立法 所以你還得要對我們現行法制很了解 所以你還要回頭研究自己的法制 那還好是因為我本來 這點我就覺得 我們念行政法的很驕傲 對我們來講這個就很簡單 因為這是我們的基本功 我們對國家法制的體制都很了解 要不然你真的去抓蝦 你那麼多 幾十萬條法條你怎麼找 跟你講你找到 找到現在還找不到 第二階段就是你要去拜訪 說服的委員 那個才是痛苦 因為你知道我講到後來已經 你看 你看一個法條 你講一百遍那種感覺 你有意思嗎 你想說明完不靈 我講一百遍也聽不懂嗎 後來想不對人家是第一次聽 所以我當然有這樣的抱怨 我也心裡也想說拜託 我又不是 嗯不是你們立法委員的職責嗎 為什麼是我們我們在這邊做 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也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說國家的行政 施政上面有千頭萬需要做的事情 所有社會中的立法的議題都重要 環保 性別 教育 文化 都很重要 那國家安全也很重要啊 可是沒有人去關心啊 我認為政治始終是要分工的 就是為什麼我覺得說 如果台灣進行有習次進入立院的話 台灣至少有一個政黨 是會在這個議題上面專心的 那現在大概進度哪一道 現在進度到一讀 已經過在二 現在問題在於說因為 本會期是預算會期 再加上 中國國民黨的杯葛 民進黨的黨團似乎覺得說 因為他希望在 現在又是選舉會期 所以他們希望在會期在12月8號吧 還是18號全部要結束 全部要結束的話 意味著說 第一個預算一定要過嘛 預算一定要過 第二個 你能通過的法案就是少數的優先法案 比較願意善意的理解是說 因為他們要決責一定的法案 那 我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遺憾 好 下一個會期 能不能有人繼續推 我覺得很關鍵 如果讓他喜歡 在10月9日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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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